大家好,我是皮卡丘 剛剛我的主人小智想要來參加YF的Garage Party 當他打開Google Map想要查詢這裡的地址時 卻發現他的手機竟然沒電了 唉,所以現在只好我們由我來這邊向他做簡報 我終於趕到了,還好我剛才路上遇到的行動充電站舊樓裡面 我們是Born This Way 我們做的事情是行動代號皮卡丘 我們探索了一個新的市場 我們做了500份的網路問卷發現 有非常多的人有跟我一樣半路突然手機沒電的問題 而且更有高達一半的人發聲頻率非常的高 於是我們打造了行動充電站 我們結合了充電還有廣告服務 我們主打入外充電、充到寶還可以自由付費 我們希望這項服務呢還可以有對社會更多的貢獻 所以我們希望把充電的營收可以捐助三目基金會的非洲點亮計畫 先來說個故事吧 第一天的傍晚我們來到了淡水 遇到一對夫妻他們錢包掉了 非常的緊張 然後手機又沒有電沒有辦法打電話報警跟掛屍 我們即時伸出了元首成了他們的英雄 於是我們就開始思考 有沒有辦法幫助到每一個需要這項服務的人 我們更深入地分析我們的服務發現 其實這就好像是在沙漠裡面賣水一樣 需求非常的緊急 但是卻不好預測 因此我們決定在入口的地方就先幫他們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更進一步推出了模式B行動電源出租方案 走到哪兒 衝到哪兒 第二天我們來到了原山花博的會場的入口 果然大受好評 非常受到歡迎 結果我們就被警察趕出場 我們有三項的收入 營收有2200元 另外我們希望把充電的部分捐作供應使用 謝謝大家 我是行動代號的皮卡丘